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油麦菜怎么做,好吃又入味 咱们今天就来分享一道腐乳油麦菜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颗油麦菜 在清洗的时候加入一勺的食盐略微浸泡一下 这样能够充分的洗净油麦菜表面的灰尘与杂质 洗净后装入筐中控干水分 接下来把油麦菜稍微改刀一下 把油麦菜切成大约一寸长的段就可以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长短 添好后先装入筐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加入适量的油 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豆腐乳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辣椒酱 然后采用小火把腐乳辣椒酱在锅中慢慢的炒至融化 尽量炒至到没有颗粒的状态 这样可以充分的激发出它的香味 炒香后再把准备好的蒜末添加到里面 一同煸炒增香 蒜末在锅中炒香后 再把控干水分的油麦菜添加到里面 在炒至油麦菜的时候采用大火快炒的方式来制作 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口感清脆 而且不会出现过多的水分 把油麦菜在锅中炒至到柔软的状态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鸡精 豆腐乳和辣椒酱都带有盐分 所以这里不需要添加盐 调味后把它在锅中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做出来的油麦菜香辣爽口 而且非常的入味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